大家安安,我是Max 今天這一集影片是6月17日的中置動態 首先比賽比較多所以今天影片比較長 那我們就廢話不多說直接開始吧 首先我們先來看到2023未來執行的冠軍賽 這場比賽是衛拳對戰海沃樂天 樂天派出了賴之勤先發 賴之勤在第一局直接送給衛拳三張LK 完美封鎖龍隊打線 這次龍隊前發投手吳俊傑也毫不遜色 雖然一局下就被林振華攻佔得點圈 但還是完美下裝 四局上龍隊展開了攻勢 先是秋成被賴之勤沒控好的變速球砸到共戰一壘 再被六四號選到四壞球保送 無人出局一二雷有人 龍隊下打戰術讓程式中端打 完美的犧牲出擊變成了二三雷有人一人出局 下一棒李展翼雖然沒有搭好 但是張正宇補救了回來 一隻弱點巧妙的二雷安打 讓龍隊先持得點 八局下樂天展開了反攻 曾軍修的二雷安打先摧毀了一分 九局下的時候兩人出局 一二雷有人 林振華再打出了一隻關鍵的安打 再最後一分 離速形成了較著的三比二 此時一三雷有人 龍隊選擇相信廖任蕾 只是沒想到 蕾哥廖任蕾還是沒辦法控制住局面 被郭勇維打出了一隻一分打點的一雷安打 比速形成三比三 比賽因此進入延長賽 郭勇維真的是這場比賽 海偶樂天的英雄 C局下十二雷有人 郭勇維打出了一隻一雷安打 正是因為有了這隻一雷安打 才有最後的再見爆頭 中場海偶樂天就以四比三擊敗了魏群龍